-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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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吧 - 總之 - 這部看完就是心情會很好 - 大推 - 大推 - 對 這部片還蠻好看的 - 這部片真的蠻好看的 - 對 - 但是我也提說 - 他其實真的是一部那個什麼 - 好啦你講何家觀賞其實是有 - 是沒錯啦 - 是有道理 - 嗯嗯嗯嗯嗯 - 樂口浪斯跟金幣跨物種 - 好吧 - 哈哈哈哈 - 喔來 - 好啦那個什麼 - 以上就是 心愛的初戀 - 我們看看下一部就好 - 下一部Σ - 啼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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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誐 我找那個 雅虎 的那個欄面 對 你知道其實這部片在 最剛開始他們決定要在台灣上的時候 叫做 低氣壓 然後 對啊 你可以解釋一下這個片名是怎麼回事 所以 我自己的推測 我還不確定 但是我的推測就是 在香港的那個 用詞裡面低壓潮應該就是低氣壓的意思 但是 是這樣嗎 我覺得是這樣子 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 說 那我們最後還是改用 香港原本的片名好了 就改回低壓潮 就不是低氣 低壓潮聽起來比較酷 低壓潮聽起來像是洗衣機 還是 對 其實老實說 我想到也是這個啊 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因為是低壓潮跟低氣壓兩個字來講 低壓潮有一點那種 有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什麼 你說低氣壓那就是低氣壓了 那個低壓潮感覺比較酷一點 好 那好 那我來我來念這個 好 OK 來吧 好 孤城 一座浮華卻墮落的罪惡之城 這裡重斥著金錢與利益的爭奪 然而在這個亡命之徒的樂園裡 仍有少數人堅持著自己心中的正義 警方握底 余秋在上司阿詹的運籌圍幄下 多次打入當地幫派 漩渦於多方黑色勢力之中 余秋在黑幫生活中 卻好像漸漸迷失自我 他開始懷疑是否只有非常 的手段才能主持公正 這讓警方開始不信任他 一次握底心動中 余秋和黑幫老大激戰 結果全體當場喪命 在道德和江湖道義的雙重質疑下 余秋自我放逐 逃離古城 這是 對 這 剛剛講的就是 那個電影的前半段大概在講的事情 然後 其實 這部片叫 低壓 就是他用低 低壓這個 這個事情 是在講說 就是說 這個城市很混 很混亂啊 道德的像這樣 然後就像是低企壓籠罩一樣 就是 然後一直下雨 所以這部片就 也是一直下雨這樣 一直下雨 就是為什麼他叫低壓草 或者他用低企壓這個東西 來當片名 的原因這樣 好 好 然後 欸 這部片啊 其實 我看的 我還蠻喜歡的 這是 張家輝第三次 自導自演的電影 然後 這部片他 他試圖 如果你們去看 預告費應該能感覺出來 他試圖想要 然後 營造出那種 美國黑色電影的氛圍 對 就是 張家輝真的是太逗了 你知道 你這 光是一個字就讓我笑 你知道嗎 低壓草簡稱低草 靠北啊 怎麼 好煩 好繼續 這次 就是 他裡面的那個城市啊 就是一直在下雨 還特地把 用CG來把那個香港的城市 用的就是 非常的那個煙霧瀰漫 然後呢 燈紅酒綠的感覺 然後 他甚至有一些地方啊 那種 黑白色調對比 做得太 非常嚴重的時候 看起來 非常 越高就是看得出來 非常像 City這樣 非常像 萬惡城市喔 對 非常像萬惡城市 那個叉叉娃娃也是說 很像萬惡城 然後 整部片就是處於一種 非常 鐵 鐵灰 然後黑色 然後藍色的 一種那個 濾鏡下面這樣 然後 就是 你非常可以 明顯看出 這次他們在攝影上面 然後呢 在 他們去調那個 顏色上面 花了很大的功夫 他們就是 非常想要把它 想要做成 那種 黑色電影的 感覺 這樣子 然後 你會覺得太刻意嗎 其實老實說 我一直 對於 就是我一直非常喜歡 看到 欸 就是 尤其是我們 華人圈 的電影 然後去嘗試 就是別人不同的視覺風格 嗯 嗯 還在摸索中 插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題外話 就是大陸拍了一部電影 叫做鋼刀 應該很冷門 因為台灣這邊沒上映鋼刀 然後他就是真的 完全是用 法蘭克米勒拍電影的方式 來拍整部片 就是整部片都是黑白的 然後呢 場景全CG這樣子 然後調的很像漫畫 永遠看得到顏色的只有 只有紅色這樣子 嗯 然後我自己是蠻喜歡的啊 但是別人就會 就會說啊 你這樣是 學法蘭克米勒啊 沒創意啊 幹嘛的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欸還你願意去 玩這種 別人玩過的東西 放在自己的作品裡面 還蠻不錯的 所以這部片 其實我 對於他的那個 視覺風格 我非常的 我還蠻讚賞的 就是欸 那個 你一部香港電影 然後你特意去用 鄉 他其實也沒有用香港 他就是 已經是自己 孤城嘛 自己 欸就是 等於說 借著香港 然後是講一個 他自己 這個 虛構的城市的故事 有點像高潭式的感覺 這樣子 啊 喔 對然後 然後 所以 所以 就這方面 其實在我的心中 加了蠻多分的 就是他玩這個 空格 玩得還 還挺有誠意的 這樣子 不過應該還看得出是香港吧 還看 他不會玩到 整個看起來像美國一樣 他裡面有一幕呢 就是 那個張家蕙這樣走出大樓 然後外面就是 到處都是喝醉的人啊 然後外面就是 幫派分子 就路上隨便殺人啊 這樣子 然後也是 旁邊都是霓虹燈這樣子 嗯 然後黑白的街道 然後那時候 我女朋友就問我 欸 這是香港 香港嗎 我說 沒有 這其實是他虛構的 虛構的一個城市 因為 一種那個創意化香港 對就這種街景 其實很很明顯的 你很難在香港看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 基本上就是 美國的 黑色丁裡面會出現的場景 嗯 對 然後或是或是裡面 他還會有 弄出那種 欸 在荒野上的一間 洗衣店這樣 然後大家 黑道 黑道就在裡面談判這樣子 就 很明顯的 也是有那種西部片的 嗯 的感覺這樣子 嗯 然後再來 除了視覺風格以外 另外裡面讓我非常 就是驚豔到的是 他的動作場面 就是 我們原本 想像說可能 香港的金匪片 他的動作場面 是那種 欸 花拳秀腿 那種 那種 然後 吊鋼絲啊 幹嘛的 然後其實 這部片裡面他把 就是 槍戰啊 然後動作拍得很有 很有捍衛任務的 FU這樣 有 有到那個境界 就是 對我覺得 還蠻有那種 當然 但是捍衛任務 應該講的是 金武里維那一部 對對對 但是捍衛任務 基本上他們那個 被影響 其實反而是被港片影響 現在 張家瑋的東西 要像是 要像捍衛任務那樣嗎 那樣是不是反而是 一種退步 因為 你說 捍衛任務他們是 動作是被港片影響 可是 欸 香港後 後來的武打 已經 慢慢的 演變成 另外一種 情況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好 好幾年前也是 港片的一個高校警探片 叫博爾神探 我沒看過 我沒看過 就後來 香港很多在拍武打 就是警匪片的時候 甚至他們 用拍的武打 的動作就是 直接去 回到那種 以前的 武俠片的感覺 就是掉鋼死啊 然後就 花拳秀腿啊 然後 反而是 捍衛任務是從 我覺得可能是從 香港武打裡面去找出一種 屬於 比較寫實 比較 全圈倒入的質感吧 對 那 那 我倒是不這麼覺得 哈哈哈哈 真的嗎 沒有沒有 因為你講的那個東西 其實是因為每個 是每個導演他的那個 個人風格不太一樣 像吳宇森他 呃他的電影裡面 他可能是 呃 就會比較 強調比較誇張的動作這樣子 那有一些人其實 如果像陳農的電影 他其實會把它變成一種 那個喜劇 喜劇 就是每一個變成每一個導演 他們各成一家啦 每個人會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但是 老實說其實你很難在 那個 香港電影裡面看到 那樣子就是 比較偏寫實的舞蹈 就連 就連夜問他裡面 都還是存有那種 比較誇張啊 然後比較 擺那種 架式的那種感覺 呃 我覺得那是因為他 那就是功夫片 那功夫片的本身是 就是我們觀眾來看 就是希望能夠看到一些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那事實上 捍衛任務那個也不是 沒有這種東西 事實上我覺得捍衛任務的那個 他的那個動作場面 他是有點把 我覺得他找基努李維來啊 給我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他其實是給我一種 他把 他把那個 他把那個 他其實是把武打 跟那個什麼 走秀 把他結合在一塊 你知道 尤其是像 像 不是 他是把一個pose 那個pose很帥 你知道嗎 他我一直都不覺得他 全全到 因為 基努李維可不全全到 你知道他就是 但是他很有型 你知道嗎 那 也就是因為這樣才 所以讓他使用槍 因為用槍的話 你不用說真的是很會打架 對不對 像 你如果看 那個時候去 當警察的時候 你會 你會注意到很快就把槍丟掉 你知道嗎 他就馬上就打人了 對不對 你看他的那個導火線就知道 他一開始還拿槍 可是 槍開一開就丟掉 然後直接開始打人 開始飛踢幹嘛的 對不對 但是對於基努李維來講 他不能沒槍啊 你知道 他如果沒槍 他就只能夠抱住人家打滾 或是什麼 然後打拳這樣 你會注意到他 他就是每個人的那個什麼 他的擅長的東西是什麼 那為什麼呢 因為基努李維他很帥 他很有型 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都覺得 捍衛任務裡面有一段 很有趣的戲 就是 他會把一個pose開槍 你知道 那有點像是那個 重裝任務那個 鋼卡塔 你知道 就是那個擺那個造型 對 那那個是 那個是把那個 類似太極的那個動作 跟槍 開槍的動作結合在一塊 那那個什麼 像那個 基努李維他開槍 會有一個這樣子 會突然間這樣躲 那個根本就是 那個就是穿衣 是那種實裝的 那個男模pose 你知道嗎 你們注意到 很像那種 就是很帥的動作 可是正好手上哪一支槍 然後他把它 他只是把它設計成那個手 他正好變成這個姿勢 你知道嗎 但是事實上那個pose 根本就是model pose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他其實是把 呃 當然那個導演 他本身又是武術指導 但他武術指導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在 他他在設計出來 那個形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點 把那個 男性的那個帥氣的那個 某一種pose 把他擺進去裡面 把他正好變成那個樣子 這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自己感覺到的東西 出到你的畫面卡住了 卡住啊 你現在卡在一個笑點上面 還蠻有趣 而且旁邊的預告片還是有在動啊 預告片還有在動 跳一下 他打完什麼卡住囉 回來 好回來了 那個是截取卡的問題 對 好繼續吧 你可以繼續說 然後就是 除了他的動作 我覺得做的還蠻有質感 所以他已經很少在 那個港片的警匪片裡面看到 因為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近年 近期 我常常看到的港 港片的警匪片 他都是 強調在 欸 劇情的部分 就他想 他們有一點想要再 再回到 無間道的 感覺 然後所以就很多時候就 槍戰跟動作的部分 就沒有說那麼 那麼在意在這支點上面 那 那這次 那個低壓槽 雖然他的 就是槍戰 然後動作 武打 欸 沒有說 很多 但是呢 確實做的還不錯 而且 他的剪 他剪接跟他 在武打的時候的構圖啊 我覺得也 很有那種 全面突襲的 感覺 我 我有點不太會說 但是就是 有點 給我那種感 感覺就是 然後 那你覺得這部 會很那個 查克史奈德的感覺嗎 喔 反而 反而 沒有欸 因為 查 查克史奈德他的 畫面會弄得 弄得 弄得很美 這樣子 那這部 沒有到 那麼美 就是沒有 我覺得 完全沒有到 XX說 XX說 我覺得完全沒有到 就是 就是完全沒有到 或是我這樣問 好了 你覺得 萬惡城市的 視覺風格 有到 柴克史奈德的感覺嗎 應該也沒有 嗯 對對對 這一點我其實 是不太同意的 因為我覺得 一開始說 先有 萬惡城市 這兩部電影 對這兩部電影都 試圖模仿 對 他是一種漫畫 動態漫畫式類型電 對 是啊 沒錯他們的 製作方式是這樣子 但是 其實兩部片 對於 畫面的營造上面 還是 有差異的 尤其後來 柴克史奈德 其實 越來越有 越有進步 這樣子 他很善於用那個快慢動作的礁式 其實 我覺得啦 我覺得那個 勞伯羅里葛茲啊 嗯 比查克史奈德還要 還要懂得玩這個東西 但是 但是勞伯羅里葛茲啊 玩這個東西呢 他不佔連在這上面 你知道嗎 你如果注意到的話 勞伯羅里葛茲其實很擅長玩這種東西 但是呢 他 他沒有 逆在某一個狀態底下 CCT是他的一個創作 他創作出來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他 他的下一部就是那個creepy house 就是那個什麼 恐怖星球那樣子的東西 他已經再進一步了 去玩那個 剝削電影式的那種風格 然後他 他在玩視覺 視覺特效 然後想要把它 完成那種樣子 你知道嗎 那個 可是查克史奈德是停留在那個位置 他一直沒練 因為 後來法蘭克米勒拍的 閃靈俠 就讓我一直覺得 那可能CCT 其實還是 法蘭克米勒的 東西比較多一點 其實不是 法蘭克米勒本身的 那是因為在那個狀態底下呢 應該說法蘭克米勒 他 影像化的時候 他優先參考的居然是 然後 尼克斯他為CCT 是那個 建立了影像的那種模式 是 因為法蘭克米勒 他本身 雖然是漫畫家 他也是電影編劇 但是他的視覺風格 那個很明顯是 繼承自 CCT CCT 那個東西一開始 呃 你們如果有看到訪談的那個啊 一開始是 勞波羅里格斯想做 他就是那個漫畫的粉絲 所以他想要做那個東西 而且他是很想要把那個畫面 把它弄成那個樣子 但是他要去跟那個法蘭克米勒講 說法蘭克米勒不願意 你知道他有講 他說他不喜歡改編電影這件事情 他覺得這個東西 那個他反正他當漫畫家 其實好像那個也很成功啊 他為什麼一定要去淌這個渾水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就是說服他過來 跟他變成雙導演 好嗎 所以變雙導演 那這樣子的雙方家 那個法蘭克米勒接受了 勞波羅里格斯的東西 對那閃靈俠 則是反而後來請法蘭克米勒 在呃 自己出來弄的時候 法蘭克米勒自己弄的東西 但但後面 我覺得那個團體很明顯 就是完全CCT的 team來弄 是 一定是這個樣子 不然那個什麼 還有誰更熟這個嘛 對不對 對啊 那 呃 可是勞波羅里格斯 這畢竟是勞波羅里格斯 創作中的一部分 嗯 他接下來就已經把眼光 調到別的地方去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在美國的那個影壇裡面啊 有點被 有點懷彩不遇 有點被冷落了 就是他最紅的那個時間過去了 你知道 就是他在最後一開始的時候 英雄不流淚的那個年代 然後接下來後來是那個Sky Kid 那個小鬼大間諜 對 那 後來你會注意他幾乎就是每過一段時間 他的那個攝影 他的那個視覺場面都有在變 都有在改變 一直在成長 你知道 對 所以我其實很很欣賞 因為我覺得他很酷 而且他其實在玩那個東西的時候 完全都不落書套 你知道 他沒有 我也覺得他 有的時候 玩過火 玩到那個其實他不在意這個東西賺不賺錢 你知道 你看那個什麼後來的 他玩到後來Machate的時候已經是 那個東西根本不可能賺大錢 你知道嗎 就是 那就很好笑嘛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呃 變成那種很核心的人才會喜歡他的 他的梗 你知道 就是很 很白 那是很咖騙的東西 是 可是 就變成主流大眾不一定能夠接受一個流浪漢 然後威武無敵 然後所有女生全部都跟他在一塊 然後他砍的時候長子流出來 的這種 然後或者 勞伯提依落過來演壞蛋 那就是一種很 應該是說那種影迷愛的東西 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喜歡看電影 你會覺得你被逗得很熱嗎 因為他就是在 他就是知道這個他在顛覆這公司在玩你這樣子 對啊 那 可是那個變成就是只有核心的人才會 才會懂 對啊 說老實話 比如說看無限之戰喜歡的人 他就不一定能夠接受Machate這種片 是 對啊 好啦 那個 但是 這也是我覺得查克史奈德他還停留在主流 但是他已經開始偏向非主流的東西 所以才會被人家念你知道啊 蝙蝠俠隊超人什麼那麼的那個什麼什麼 不為什麼 那是他的風格 他的主 他的那個 就變成比較核心像 你喜歡他你就會喜歡他 嗯 但是他就是已經開始脫離一般大眾 那 能夠讓這種東西可以變成 花那麼多錢來拍這些東西 其實說到底還是因為 被克里斯多夫諾蘭的影響 嗯 那就是啊 非主流東西竟然賺了大錢 這樣子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模式可成功呢 對 然後就開始出現很多一些 我們比較平常不拍那種 不拍動動作片的導演被拉回來拍動作片 對不對 像那個什麼 Sky 4 那個空降危機 對 找那個什麼 找了以前拍那個 三姆曼德斯來拍嗎 對 那都是那個 都是都是都是那種影響 就是啊原來 那個什麼 拍另類電影的人 他拍拍主流片 既然可以這麼賺錢 那我們是不是在嘗試別的東西看看 嗯嗯 那其實我覺得 查克史耐德是由於在這種狀態下才拿到 然後才變成 是 可以發揮這種狀態 嗯 OK好 去去去去 然後低壓槽 低壓槽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是那個在低壓槽 剛才 對我們在低壓槽 對 我都忘記了 沒有因為你剛剛提到的查克史耐德的那個風格 對對對 然後你拿到CG 所以是我歪的 那到底沒什麼 這還是屬於在低壓槽的那個範疇裡面 對對對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覺得 你的意思就是覺得說 這種風 視覺風格也影響到低壓槽 對不對 對我覺得很很明顯 他想要從 像 打個什麼例子啊 關鍵報告好了 關鍵報告其實也是用另外一種 視覺的影像的那種風格去呈現 黑色電影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看得出低壓槽其實 去從很多不同的地方去 要抓到黑色電影的感覺 這樣子 對 然後 再來是劇情 劇情 他 那個 張家輝他想要講一個 還蠻大的故事 你知道嗎 他想要做造一個屬於自己的高彈勢 所以就是 這個 什麼是裡面 低壓槽宇宙這種東西 接下來要再派一下那個 應該就是說 就是像例如說 你看 你看 扁 諾蘭的那種 就光看蝙蝠俠開展時刻好了 嗯 其實你 不用特別去對蝙蝠俠 他有 那種特別的背景了解 但是你就可以從一部電影裡面去感受到 這個世界裡面是 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就是 就是罪惡的元首這樣 那 張家輝就是想要表達 也是想要透過劇情 加上視覺去 給觀眾這樣的感覺 然後所以裡面就是 他要講說有 有一個 很強大神秘的組織啊 然後控制整個城市的一切政治經濟跟犯罪這樣子 然後就是 要去講說 欸 張家輝一個人 他要去獨立 對抗 這整個 這整個城市的 罪惡這樣子 嗯 然後其實他講的 他講的我覺得還 還不錯這樣子 就是 雖然老實說裡面 劇情上面 buck非常非常多 我想這也是 這為什麼這部片一出來 他的評價 台灣影評人給的評價都非常低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 他要講的東西故事太大了 導致的他裡面確實很容易出現很多 很多bug 對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欸其實這部 這個故事講到 講到 講到後面啊 我是覺得是好看的 所以那些bug 我就自動 自動忽略掉了 這樣子 對 然後 像 裡面 那個 就是大魔王 一出場的時候 就 那個氣勢就非常 非常震撼這樣子 非常非常帥 好 雖然 預告片裡面已經把大魔王是誰拍出來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嘿 然後另外一個 他的一個缺點 就是除了劇情bug之外的缺點 就是 他的特效 其實做的還是 喔很動華 還是很有破綻這樣子 對就是你就明顯看得出來就是一個 神圖片有一種 紫光任務的味道 真的 等一下 有到那麼爛嗎 紫光任務 紫光任務的特效 因為你講特效招 我覺得特效特招 可能就會很大的影響 紫光任務的特效非常招 對啊 就是看到我就 天哪 怎麼會這樣 有到這麼爛的程度嗎 神都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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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 就是 大概 有到那種 那種程度 就是呢 你 你看了你會很明 很清楚明白說 這是特效 但是呢 你也知道說 喔他們已經 在這樣的預算內 已經盡量做成 他會說 你覺得跟紫光任務 我剛剛其實只是看了一下 預告片的其中一個畫面 我就覺得 嗯 有紫光任務的味道 我是覺得沒那麼誇張 因為紫光任務真的是 糟糕到 紫光任務已經遭到已經進入卡片的狀態了 你知道嗎 沒錯 因為電影本身的敘事又很亂 然後就覺得 這片到底在幹嘛 你知道嗎 這樣子就可見的 XXY完全沒有被這個故事跟這部電影吸引 這樣子 你知道 大概聽他講 跟你講回頭說 就是有時候我們看一部電影啊 因為電影本來 你要入戲 我一直在講入戲這件事情 我記得好像去年 好像跟XXY在那個實況當中 起爭執 也是在講類似的事情 就是你要喜歡一部片 你要入戲 那有些東西 如果有 有一些小事情 就會讓你出戲 那出戲的點 累積到某種程度 你就會開始覺得這部片是爛片 對 所以你知道 那個特效爛可能 真的會 會是一個讓很多人出現 有些人就會 毛比較多嘛 就是那個東西 是他的禁忌 一猛 爛片 又直接又講 這樣子啊 對啊 所以 好吧 特效招可能是一個致命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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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看那個風神傳奇也是一樣啊 龍一跑出來 我就翻白眼 你知道 就已經這麼糟了 然後你還給我這麼久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不行啊 就 但是你知道好萊塢也不是沒有這種事情啊 只是好萊塢那個時候 有的時候比較懂得藏著嗎 你知道嗎 像那個 神鬼傳奇2 好萊塢 走出來的時候 好家政他會放在最後面 他在前面我會瘋掉 你知道嗎 對 放在最後面 我會昏倒 這什麼啊 他跟卡通人物打架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 就是 然後 欸 特效嗎 對 然後所以 我也跟那個就是 我片上的那個 窗口就講說 其實我看完我就 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 這麼討厭 你知道甚至 我看過最 講的最 最嚴重的是 他直接把 這部低壓槽 說成是 呃 香港的 警匪片版的台北物語 有喔 這個我有看到 所以我其實 好狠的啊 好狠的 所以我進去前 我非常 非常非常忐忑 這樣子想說 我幹這樣 這到底是不是怎樣的 糟糕情況 但是其實進去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因為 當然是從一開始 我本身就對這種 冷硬派啊 這種硬 硬漢派的故事 就 然後黑色電影的這種氣氛 就已經是 對我的胃口了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他的 故事真的是 欸 講到 後面有讓 讓我驚喜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欸 因為大家看電影 肯定 要嘛就是電影本身 就沒什麼 劇情 超超歪想要進來 對 超超歪說 你現在念到後來 想要講了 打字打到累了 蛤 很好等一下 超歪也有看那個抵押蟲 抵押蟲 他可以跟陳佑來對談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這次還 還蠻喜歡的 但是 欸還是大家有看過那個 他的前一部 康斯坦丁 哈哈 來來來 先鬧給我 我要靠印他 陀地驅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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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即使在技術上 他想要做一些突破 但是他的故事講的 還是沒有 讓我很滿意 但是這部地牙草 我真的是覺得 欸 他非常有誠意的 要去 做一個這樣子 類型 然後做一個 其實別人都 不太敢真的 花錢去做的事情 他裡面還有 飛車 飛車場面 然後還把飛車場面拍的 有點像玩命關頭發的感覺 雖然 看就知道是 非常陽春版的 玩命關頭 但是就是 他還真的去 做出來了 然後那其實是 欸 很久沒有在 港片裡面 看到人家這樣玩了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 欸其實誠意十足 誠意十足啊 誠意十足啊 誠意十足 對我真的覺得誠意十足 他剛才露出 不以為他在笑的 你看到 欸 他剛才回 他在那個時候 哇他家裡面有毛皮椅 這怎樣 你把家的貓殺掉是不是 沒有啊 這是那個啊 這是一 這是幹嘛 這是誰家的貓的那個皮 之前我們在那個 冰運火吃哥的時候 我們在就 你說那個 假裝自己是那個Snow 那個 焦Snow啊 不是嗎 五月天欸 五月的天氣 你為什麼要給我那個 沒有啊 反正就上次買了 然後就放在家 嗨嗨大家好 大家好久不見 嗨嗨 那個那個 我們的那個巨星 巨星XXY回來 巨星XY回來 對已經在吉拿棒那邊功成名就了嘛 現在那個什麼 回娘家一下 在小時候功成名就 講得好像我拋棄你們 要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OK 好啦 我媽都很高興耶 XXY超嗨的 沒有沒有那個 欸 沒有啊 陳要繼續講啊 陳要繼續講 就是 就是 欸 雖然 我我非常喜歡 但是我知道 這部片子一定很多人都 不滿意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在考慮要進去看這部片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 知道說 今天我是要去 很大的寬容器 我是要去看一個 還不成熟的作品 我是要去看一個 特效 哇 你看我寬容啊 我說 對就是 那我花錢來看你 看你練習吧 花錢看 花錢看你練習吧 像我們自己看台灣電影 我們都會知道說 我台灣電影可能在技術方面什麼的 還做的不是很成熟 然後呢 如果故事還行的話 你就自己就pass過去了 但是 年紀輕輕就如此佛心 就是 就是 你就進去看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說 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接受這樣子 特效的瑕疵 然後你是可以接受 故事是有bug的 然後你是 對 就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用心台幣還是敢嘗試 可是我就在 就我自己的觀點 那個 特效技術方面 台灣啊 香港啊 會有bug 不如好萊塢 是很合理的 可是故事這件事情 故事這件事情 跟技術跟資金 沒有任何 理論上應該要故事 想辦法弄好才是 應該說 其實我覺得 當你要講一個這麼 這麼大的故事啊 不管是 台灣還是 香港還是 好萊塢 他要講的 完全是 完美無缺的 都很困難 你知道嗎 諾蘭那已經是 已經是奇葩中奇葩 我拿諾蘭來比 你要講一個 很龐大的故事的時候 就連 諾蘭他都會被挑bug的時候 今天 張家輝拍這部電影 這個類型是 他們 不熟悉的東西 然後呢他們 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 那這樣子 有bug是 很正常的 那 至少 他的這樣的故事是 有吸引到我 然後 有讓我覺得說 欸 沒有誇張到 我會直接出席 覺得你 你在那扯蛋 這樣子 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欸我還 我還可以接受 這樣子 哇幹 張家輝你真的是我搖錢術 你知道嗎 對啊你看 一進來就給你 唉呦喔 一進來就那個 巨星到場 狂口 唉呦喔 真正是喔 不要不要 下次那個 那個 插插揮你可以去福岡啊 沒有我 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對啊 這插揮去福岡那個時候 那個 體驗手槍墊 拜託拜託拜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 我們現在不在聊那個 抵壓草 不是抵壓草嗎 你不要一直跳 跳離開的話 好啊 要那個 日幣2980 要記得 2980 那 好 好 先讓我們給插插揮聽聽 那個插揮揮那個什麼 來 你怎麼看 XY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我覺得 我覺得基本上我同意 陳佑說的話 然後而且我 我 我那天有稍微 觀察了一下就是 發現好像 港片的四片啊 嗯 港片的四片好像 來的觀眾的 族群 年齡成普遍偏高 對啊一直都是這樣子啊 對 一直都這樣啊 我們上次看那個追捕不是也是嗎 裡面都是一些婆婆媽媽 然後都是 好 那個 我現在想要問大家 因為那個陳佑啊 現在還有那個 你們都是年紀比較輕的嗎 嗯 小時候常接觸港片嗎 我 我沒有 都是周星馳系列 對 頂多就周星馳系列 就是從地視台接觸港片嗎 對 沒錯 對啊就是從地視台接觸的啊 對 不是從那個 之前我爸會買VCD 呃 不是伊朗片 什麼鬼 因為他爸是伊朗人啊 對 你們看到後面那個 發條橘子 這是伊朗的發條橘子耶 就 你們注意到啊 欸好酷喔 對啊 超帥的啊 就像我跟 促兄都是 就是港片時代長大的人 所以港片 我們對港片都很熟 對啊 港片時代都是 好吧 這個我理解啊 好啦大翔你這樣講 其實我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 對我其實對港片 我一直都覺得我對港片 不算是特別熟 但是港片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是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 港片是熱門電影 是因為我有提過就是我 我住在技術學校 所以我其實是 變成我反而是很難去接受 視聽文化 就變成我 但是我知道那東西 非常非常的吵 你知道在我大概 國中的時候 四大天王啊 香港的四大天王啊 張學友什麼的 就是這些東西都很明顯是 那個整個是主流的那個娛樂文化了 對 好 對 那時候聊流的 那時候聊流的話 就像現在大家在聊上面也是一樣 對真的是 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哇賽 你們現在才講到第二部芯片是不是 對啊 你就知道 跟你講聊開心的事情 本來就可以聊比較久 又不像你們那個 會控制過的 我們不一樣好不好 對啊 你們那個 你們那個 一定要在兩個小時內結束啊 對不對 因為你們還要趕車嘛 所以 好吧 好吧 來那個什麼 你剛剛才講到那個年齡層不一樣 我就已經可以扯這麼久了 對啊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看港片有一個特定的族群嘛 對 對 然後只是看你說 我覺得這種感覺就像是 你現在看 跟副頭的聯盟 然後就是那個 漫威你已經有一個 一套 怎麼講 就是有一個固定族群在看漫威 然後你現在要進去的話 其實就 就有一堵牆 對 對 可是我覺得 那個 港片他就已經發展很久了 所以那堵牆就是非常非常高 你懂嗎 對 這跟那個霹靂布袋戲是一樣的道理 對我覺得跟霹靂 就是他們那個族群 就是已經形成了 對 那我覺得 那就端看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看這部電影啊 如果你是那個族群裡面看這部片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新鮮的嘗試 你懂嗎 對 所以我可以體會就是 他們看這部片的時候會覺得 很新鮮 然後 很特別 尤其是我那天上 擅長的時候去廁所 然後裡面那些阿伯 然後或是出來之後 那些阿伯 然後跟那些阿桑在聊的時候 都會說 這批那個畫面 很漂亮啊 你懂嗎 就是他們都會講這種評語 可是 可是我老實講 我在看這部片的時候就是 就是一直杜估 然後而且我忍 我忍得非常的痛苦阿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你到底為什麼會杜估呢 我也在杜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那種感覺 就是讓我想起那個去 去年 那個變形金剛的時候 電影金剛 我剛剛就是想想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問一下你是在哪裡看這部片的 那個什麼 會不會跟電影院有關係啊 沒有阿 冷氣太冷 冷氣不能跟喇叭太爛 都有原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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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金華城 金華城 金華城 對那金華城就可能 是不是舞廳 對 那就是舞廳的問題阿 沒有沒有 我覺得不是那個問題 我跟你講 舞廳很危險阿 舞廳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廳 你知道嗎 我上次去看那個什麼 十二猛漢 我跟妳講 要不是我精神非常好 那真的是 那個時候 當他們騎馬的時候 啪啦啪啦開槍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只要開槍的時候 就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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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種味道的人去演那種味道的角色 你在說哪一個角色 對 對 味道 不是 我在說那種 你知道 他的那個故事 如果你是要設定在東方的話 那群人都是講粵語 講中文 然後 你就不要去做那種就是 看起來像是西方人會做的事情 比如說戴一個偵探帽 戴一個 然後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戴眼鏡這樣 好啦還好啦 我一直都覺得這還好 不然你看日本人 為什麼覺得他們 他都不會覺得他們有問題嗎 你看名偵探柯南 跟你那個手戴那個 那種裝扮 你就覺得那種東西是不是不自然 然後邊邊那個 那個演將裝扮的那個人 是一個大陸明星 是一個中國 是一個中國演員 所以他一定是後來配音配上去的 所以你會覺得不自然 然後加上說這裡面有很多中國演員 所以他那個配音又配得更不自然 然後他那個對白 有些對白 就讓我覺得他們在裝扮 你知道嗎 有有 這確實是其中一點 就是他們裡面一直要講一些 裝扮 好像很深層 裝扮是裝那個牌子的那個裝扮 但是 對 很 很 就是怎麼樣 很中二阿 對 我覺得很不自然阿 我覺得這聽起來有點像 那個身分該說的話 然後或是 在那個當下 你不會跟人家是這樣正常的講話 對對對 就是 例如說一個黑道老大就突然想說 但是 在這個黑道社會 沒有那是 那就是對白心很爛阿 那就是對白太爛 你知道嗎 對白太爛 這應該不是說爛 這也是不定的環節 他們想要玩某種風格化的東西 但就是弄巧成拙之類的 那台北物語不也是這樣子嗎 台北物語也是那個很風格 台北物語他絕對沒有要 絕對沒有要那個 我都想去自殺了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 比喻方式就是 今天他們想到了這樣的一個主題 對 然後他們呢 想到了一大堆 像是 我們看到的電影文案的那種 非常 華麗非常深沉的語權 來去做 這個東西 可是他們卻不知道 怎麼樣把那樣子的氣氛 轉換為正常人的氛圍 所以只好講出這樣的 的說法 好吧 好吧 那這部片可能真的有一點小問題 因為你看 連這個都可以 有一幕就是 真的有把我鬥笑 可是我發現只有 全場就只有我在笑 就是裡面有一幕就是 那個 好像是那個 演阿詹的那一位 河嶺 然後他去找 他去找秦沛 然後秦沛他是演一個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講哪一群 你知道他講哪一群 然後秦沛就跟他講說 就是 就有點跟他講說 就是 我不吃黑道那一套 因為我不想要 某一天早上起來 發現有個碼頭在我面前 這樣 我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你懂那個意思嗎 大家都不懂這個 對 大家都不懂 然後結果我當場就 這樣 然後沒有人笑 不錯阿 不會 你follow到他的點 這個是那個什麼 這可是一集玩家的關鍵字 你知道嗎 懂嗎 懂嗎 他講了一句話你聽懂 我完全懂阿 然後結果 結果我就沒有 我就發現沒有人笑 我想說 那這部片真的完蛋 因為 我這場也是 對啊 很少人看教父慘了 對 完蛋 你連教父這個梗 用在這裡面 然後都沒有人知道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是 針對錯的TA 你懂嗎 你必須要講環化會的梗 之類的嗎 我知道 雖然是他裡面 好像有一段 我記得好像是 就是張家輝跟另外一個人 然後被逼死在那個 廚房裡面那一段 嗯 呃 陳佑你知道我要說哪一段 我知道 我知道 對 對 對對對 然後就有一群 有點像是特種部隊的警察 然後就闖到他們裡面去 然後那一部就有人 讓我想起那個 全面突襲第二集 他們在廚房裡面打架那一段 對 那一段超讚的 對然後我想說 他會不會學全面突襲 然後最後來兩個人 在那邊 倒著附近 結果沒有 就是一群人就是 開始拿槍在那邊 轟轟轟轟轟 然後他們兩個就躲在那個 廚房座後面 然後這個時候 我想說他們會不會有什麼 很酷的招數 結果就很扁氣 結果有一個人 直接就 哈來吧 然後他就被打死了 你知道嗎 所以是有種期待落空的 沒有欸 可是我聽你們這樣講啊 我覺得 我覺得 抵押草是一部那個 張家輝可能就是很喜歡看電影 然後他把這件東西 的原始結束 然後 然後派出來的一個 這樣子的電影 我看出來張家輝他想要嘗試做很多突破 然後 我也覺得 感覺起來是影迷 然後才會弄這種東西 所以 變成平平臭臭的東西 對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 他那些對白就算了 他還會差一些就是很 就是 好啦我一直講裝逼 他就是 他就是會差一些很裝逼的片段 比如說 中間他就突然裝他去 他去玩 滑翔 滑翔飛鼠裝 那他完全意義不明這樣 對 對 然後我想說 他說是要潛入哪個地方 然後要開始突襲 結果沒有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記錄他 他平常去玩 那個 極限運動的 那個生活 VLOG 因為他是一個很帥的人 會玩飛鼠裝 這樣子 就例如說 臥底玩 然後突然就去玩滑翔 對啊 臥底玩突然 他一開始就是 然後我也 我也不知道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被你講得很像窯片 很雷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有興趣了 講得好像 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遊走在那個窯片 所以他有達到氣象戰的等級嗎 我覺得他應該比氣象戰還要飛到效 好吧 我覺得張家輝他就是有一種 讓我就是覺得說 他拿捏的非常 非常厲害 就是他可以 他如果再做過頭一點 我覺得就會像追捕 或是那些 什麼 什麼 天機之類的那種 哈哈哈哈 好啦追捕明明就還蠻有趣的啊 對追捕很有趣啊 但是他如果 再吞回來一步的話 我會覺得說他這部真的是 超級棒 可是 他就是 在那個邊緣之中 那個在走在那個鋼索上面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絕招 喔這其實就是他電影的主題啊 他不是一直說 你看 天才跟白痴是一線之長 我一堆 我一堆 我在講自己嗎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什麼 他 他真的偏偏真的有講這句話 好吧 他真的有講這句話 然後就是一線之隔 這樣很好啊 你看我覺得超會你好像從這部電影找到樂趣的啊 這樣 你還是會喜歡的嗎 沒有 我跟你講應該是要一群人去看 才會有趣 對你要把他當成台北物語來看就對了 你知道 就是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我在看追捕的時候其實也是有類似的情緒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知道他在玩他以前套路 可是那個東西有點 沒有到位 然後沒到位 反而有一種荒謬的喜感的那種感覺 我有點覺得有點吳宇森在玩自己的風格的感覺 你知道嗎 吳宇森他都是換那種很高清的攝影機 不是就是因為吳宇森的他應該是說 好回頭講追捕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追捕啊 看追捕的時候其實有些東西 哇怎麼這麼慫啊 怎麼這麼俗氣的那種感覺 有點那種 以前在看那個龍捲風味道的東西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可是龍捲風其實也是從不於 就是超無餘生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本家的東西在處理這個東西 之後怎麼變成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反而有一種很幽默的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服裝感覺起來 哇好像80年代的人穿著衣服的感覺 然後就 就反而我從這裡面找到一點樂趣 你知道嗎 OK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就是後段那個 用日語跟廣東話對話 對 然後他們還自己想說 他們既然聽得懂他們對方在說什麼 他們自己還自己吐自己吵 我覺得那段很可愛啊 覺得還蠻有趣的啊 對啊 就還蠻好笑 對沒有裡面 追捕有幾段那種很特別的有趣的片段 像是兩個男的跟一個女的有沒有 然後都靠著手靠 露露露露露露 結果男的在吵架這樣 然後女的被夾在中間有點受不了 他們兩個的那種感覺 我都覺得那一段 反而有一種很 很異樣的一種化學作用 就覺得 我突然間覺得這三個人還蠻可愛的 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反正 這部片我就下了一個評語就是 恩光美氣分家 你就不要搞那麼複雜的事情 對啊 那就是不要在舞廳看 懂嗎 這是 好啦 我再次的強調 那個 我再次再次的強調 精華城的第五廳 請極力的避免 因為我大概 去了三四次 就是 我每 我跟你講啊 我去很多電影院 我都不會記得聽 你知道嗎 然後舞廳是一個我忘不掉的聽 你知道嗎 就是每次去看 然後都有很不好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之前有講過啊 那個什麼 天龍特攻隊 就是把一部 一部明明就很嗨的片 然後看得我很想睡覺 為什麼 那你就是 好像在看那個悶片 你知道 整個後期 後面的聲音完全都不行 對啊 就是那個 已經嚴重影響到你的那個 他沒有高音啦 你知道 沒有高音 然後他也沒有想 就是沒有那個爆炸的時候 沒有想 就只有低頻而已 所以 所以很恐怖 你知道 以前 應該是說我以前在那個 高中大學的那一段時間 在一些那種 中南部的電影院 很容易會出現這種問題 你知道 所以有的時候 我在看電影的時候很緊張 就是說 你真的 你都已經花了錢 花了錢進去 結果喇叭不好 然後你看了 你看這個電影的出體驗 就這樣毀了 你知道嗎 所以 應該是最近 比較 一些那種 那個時候 要四片他們會比較去 找比較好的 電影院 對 所以 就比較好的聽 對 但是舞廳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已經超過十年以上 他都沒有挑那個 你知道 就是 我上次看《天龍特征隊》已經多久了 《天龍特征隊》多久前的電影啊 而且他還會放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種 消防 喔沒有 那是金華城的那個 那是金華城的固定透 可是我也覺得金華城有點可憐啦 你知道啊 這一點我一直都在 其實我這個人真的很無聊 我都會看他們前面在幹嘛 以前金華城他們 因為我以前 就是住在附近 工作在那附近 所以我晚上會去看午夜場 你知道 我都會哼他們那個聲音 登登登登登登 他記得那個聲音 他一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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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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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最近再去一次看金華城 後發現 哇那個什麼 畫質怎麼變成360P的 你知道嗎 怎麼回事 我想他們是把帶露不見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疏散方向 你知道 已經不 那個畫面已經 就是變得畫質變得很差 就是一個新的 你知道 然後我想說 怎麼回事 他們是不是不小心 把這東西弄掉了 然後找了個VCT的這個側路畫面 再來播 然後那個畫質都超差的 你知道 然後而且音樂會突然間 大概一半斷掉 啪 然後就是不見了這樣 就每次去看樓市不爽 你知道嗎 每次他斷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 就有 我不知道你們有 有多少去金華城看 看電影 我會在意這種事情 你知道 好啦 這個 這是一點那個 劇情 劇情呢 劇情你有沒有什麼 要抱怨的 我剛剛是視覺風格 天啊 陳佑你這個怎麼那麼的淫味啊 你那畫面很淫味耶 對啊 幹什麼啊幹什麼啊 我這邊還放那個薩克斯風音樂 幹什麼啊 你不要這樣 突然間有旁邊經過 警告一下 好 好 算了算了 接回來 人家是非志願進場的 不要逼他這樣子 剛剛那個金華城那一段 那個促兄可以獨立 把他那個獨立篩選出來再上傳 等一下這會不會 那個金華城會不會告我啊 要看那個 沒有要看那個金華城 願意花多少錢 那個把他倒下來 金華城第五聽喔 大家要記住喔 沒有金華城最近的那個 疏散方向音樂前面 還會有一段兩段 莫名其妙的音樂 然後就突然就啪 然後就突然一聲不見 這樣子 好啦好啦 這是以前小小的一些那種 無聊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很無聊 就是注意這種小事情 可是那些小事情 本身還蠻好笑的 你知道嗎 你們可能沒注意到 可能你不在意這件事情 可是我就覺得 我有時候會忍不住想要 這是一個人去看電影 這常常會胡思亂想 嗯 對 Alright 因為像嘉義 我們嘉義只有兩間戲院 所以我每一聽都記的超清楚 都可以跟人家介紹說 喔這一聽的特色是什麼 喔這一聽少兩個音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時候記的很透徹 記的很全面 對這是一間生活小情趣 好啦 好啦 這是第一槍 第一槍的部分 好 我真的覺得他的劇情 中間 中間有一部分 超展開的東西 有驚喜到我 那種就是 原本你以為是怎樣 這時候突然 喔原來他還有這招 然後這時候呢 原本以為他要 贏了然後 欸 對方還有另外一招 這樣子 那地方確實我覺得還 蠻不錯的 就是 我看了 那個 警匪片或推理劇這麼久 其實蠻少可以 只有這樣子 玩那種 鬥志的東西 然後有 驚訝到我 雖然 雖然那個東西 如果認真去想 可能還是不是很科學的事 哈哈哈哈 就不要 就不要在電影院裡面講科學 好不好 拜託 沒有啦那個 欸剛剛你們是不是有講到 低壓槽這個 片名啊 對對對阿 再開頭 低壓槽 欸反正就是 欸 蛤 蛤 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什麼 低壓槽就是一個 天 它是一個氣象的名詞啊 對 沒錯 就低氣壓嘛 你知道為什麼叫槽嗎 就是因為 你知道高壓跟低壓 他們的空氣 是一個是上層 一個是 嗯 一個是下層 一個是上層 嗯 然後低壓是上層 所以他們那個 氣候會 就是那個氣流會抬升 所以那邊的天氣狀況 比較不穩定 啊 懂嗎 喔 沒有 所以 所以他那個那個範圍 所以他意思是說 低低 呃底層人士 本來就比較容易不穩定 你知道嗎 不不不不不 就低壓槽 那個槽是意思就是 他那個 那個 那個空氣的範圍 像是一個槽一樣吧 啊 那個地方 所以 在低壓的那個狀態之下的話 就是一個空間 就對了 那如果過了那個段之後呢 他就會 變得很 就是會放晴 所以我覺得他的那個美術風格 他有在 特意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包括最後面 他其實有放了幾段 畫面是放晴天的這樣子 阿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 就是 就是張家輝他自己本身 對於 美術設計這一 這一塊我覺得是 很有Sense的 可是 我覺得 他們就有點落入那種 近期 好像港片 或是日本 韓國 他們想要去 走那種警匪片 你知道嗎 很想要 曲折 再曲折 再曲折 就讓你 讓你就是 轉到你已經 想不到了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 有點陷入那種死胡同阿 我覺得這個 不只是低壓草的問題 我覺得 普遍來講 近期的 警匪片好像 都會落入這種 這種死胡同 我自己是 看的 這方面看的還蠻開心的 就是 然後就叫 你 我覺得他就是 他就是 因為他故事 弄得太複雜 他就是想要講一個 他基本上就是講一個 臥底警察 他在臥底 然後臥底到最後面 他已經 他已經看開了嘛 所以 所以他要去當 警察回去 他的那個 執行他正義 或是他要繼續在這個 死胡同裡面 繼續打滾 都沒關係 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故事 只要聚焦在 張家會這個角色身上 就好 可是他就偏偏還要講到 什麼國際人蛇集團 然後兒童綁票案 然後 然後兒童綁票案 然後那個兒童 然後感覺又是一個 你知道就是 就有點陷入那種 奇幻的風格裡面去了 然後結果他又是 他又是有一個什麼 那個徐靜蕾演的那個老闆出來 嗯 又說這個是一個什麼 黑道在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想要找鐵板人 這樣 欸幹這個是不是 這是爆雷 所以 爆雷爆雷爆雷幹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黑幕爆雷會有感 的故事弄得太複雜 複雜到我覺得 到最後你把自己搞死 你知道嗎 嗯 這樣其實 因為我原本是非常沉浸在 他那種曲折的驚喜當中 可是後來 我女朋友他看完之後 就講一句話 就直接把這個 泡泡給戳破了 他就講說 欸 所以他一整件事情就是要 就是那個老闆想要 想要 想要 找這個人而已嗎 那這樣子 也太搭配独張了吧 可是我覺得這 重點就不只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 我覺得張家輝那個角度 他只是剛好遇到這個老闆 然後他想要找鐵板人 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樣 他就剛好是 上了一個 魔鬼鐵板人的實境秀這樣 懂嗎 因為那個老闆不是說 其實 什麼鬼啊 其實這讓我想到一件事 其實最近這十幾年是 所謂的金北片的低潮時期 是 是 我們現在 這幾十年 大家都在看滿威 小龍電影的高潮時期 對 金北片那種 從以前那種古代那種 西部片 狹義片 延伸出來那種 道德行為啊 然後那金北對峙啊 現在已經很難看到的東西 所以說現在 現在拍金北片 人都很有壓力 對啊 他們要不斷的想新東西啊 想 不能那麼容易被滿足了這樣 對對對 他們拍這個 就是說這部片 我想會變成這種 這種形狀 可能也是 有一點這 這種形狀 這種形狀 現在用形狀來形容 已經變成這種形狀 我覺得會不會有一部片 弄得有點像鬼屋那樣 就是你知道鬼屋 它是要 諷刺現在的人 他們現在看恐怖片 已經看到胃口很大 我覺得會不會之後 有一個類似鬼屋 然後是在講那個金北片 然後大家那個胃口養到大 然後就把一大堆人 然後放到一個 什麼那個 那個 林中的小屋裡面 不是 那不是 你在講的是另外一部片吧 那個是什麼 對啊 鬼屋啊 對啊 但是那個 那個 英雄片已經有 類似像你 講的這種東西出現 對啊 那部片叫做死事 我以為是 那個 有一部 就是 驚聲兼笑 集團隊拍的那個 叫做 Superhero Movie 我很喜歡那部欸 我覺得那部很可愛 因為那部 因為那部 那個蜻蜓俠是不是 對蜻蜓俠 啊對對對 然後沒有因為裡面有 萊斯林尼爾森啊 只要萊斯林尼爾森出來 我都很開心 你知道很可愛 超能 超能英雄走動員 對 那個時候 我們那時候 因為他好幾個不同的 那個 異名台灣 沒有因為那個時候 在台灣沒有上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透過非正常管道 去看到這部片 沒有沒有 他有 超級英雄DVD 超級英雄DVD 那是很後面啊 就一開始出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先看到了 對啊 對啊 好啦 欸那 他XY看過 張家會前一部的 那個 陀地驅魔人嗎 沒有沒有沒有 喔沒有啊 我有看魚人 我有看魚蘭 魚蘭神 魚 魚蘭神功 魚蘭神功 我剛剛原本想要講 魚蘭神教 然後想說這是三小 就是 簡稱 魚蘭 叫 好 等一下 你們D壓槽 要做總結了嗎 反正這邊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為什麼D壓槽會扯到懶著去 沒有啦 因為我只是想說 欸那 XXY對 D壓槽這樣 非常不接受 那 不知道他對前一部 那個 陀地驅魔人 是不是很 很不滿意這樣子 不過你沒看 對 我不知道 對啊 好吧 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也有點像 那個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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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塞德克巴萊 最一開始出現那隻野豬 啊 對 我記得我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那個 紅衣小女孩2 這間的那個 特效 然後就有點像 紅衣小女孩 但是我在 痾 但是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那時候的講法 是說我原諒他 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感覺起來 他知道他 他要要放 然後他也知道 他自己不足 所以他還會放一些那種 環境去折他什麼之類的 嗯 所以在陰影裡面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說 嗯 好你又還要要嘗試 那 而且你也知道自己不足 然後你也試著掩飾 然後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還能夠接受 對 因為為什麼 你再不弄 你就 就 這就是學習的過程啊 不然怎麼辦 你試了第一次 你才會有第二次 對啊 所以這個變成 啊 以我自己的那個什麼 變成同為台灣人 好啦 我寬容一點 然後我能夠接受 像剛剛大家說 我很包容很接受 其實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只是把同樣這種 就是我知道你還不成熟的 這種看 國片的心態 我要拿去看 嗯 港片 或是 或是大陸拍的 這種 華人 華人電影 我也是用相同的心態去看 因為我也知道 我先去上廁所 你們先去 他們還沒做到這樣的 這樣 對啊 所以 對啊 那就大家可能 斟斟吧 我還好 把他當 廢道笑的片 應該蠻有樂趣的 因為你看那個 變形金剛我都可以 打75分 所以我是覺得 你們還蠻 新的藍 哦 我是打75分 我剛剛打70 我 我變形金剛是打70分 然後 大家argue的點是 我變形金剛 5 給70分就算 他們就爆炸了 登克爾克給47分 我沒有意見 變形金剛應該是要給0分才對的 你知道我後來跟同學最近在討論那個珍珠港 我說其實我很 我小時候對珍珠港的印象非常非常好 因為小時候珍珠港的戰爭場面 就是中間他們日本人去轟炸珍珠港這一段 給我小時候帶來衝擊非常大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可怕 可是又很精彩很爽這樣子 然後很刺激 然後我就想說 欸為什麼 珍珠港會被大家講說是不知所云呢 然後後來我那個長大之後 我發現珍珠港他有出一個就是 DVD有出那種金裝版 裡面有附導演 就是麥可貝他的隨片獎品 還給字幕 然後我非常喜歡聽導演的隨片獎品 對我也超喜歡 然後我就突然能了解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說珍珠港不知所云呢 因為那時候我原本要看隨便獎品 然後看了10分鐘吧 你發現麥可貝其實講不出什麼東西來嗎 沒有搞不好變成在隨便獎品 我還不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了前面10分鐘 我就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說 趕快把獎品關掉 然後快轉到戰爭場面看戰爭場面 然後覺得哇戰爭場面 戰爭場面好帥喔 突然了解說 因為他前面講那些愛情戲講得太長了 然後大家還沒等到戰爭場面的時候 就已經全部都已經非常不耐煩了這樣子 然後變形金剛我覺得也有這種傾向 就是他後面的場面拍的還蠻大的這樣子 然後確實他的特效有弄得 而且都很精緻耶 對都很精緻可是 我覺得他差很適合當成一小段一小段 我們那時候在電影院裡面看的問題就是 我前面已經太不耐煩 不耐煩到我已經睡著了 然後所以即使到了後面戰爭場面 我有時候睡眼輕鬆的張開來看 喔好漂亮喔 可是還是抵不住強烈的睡意只好繼續睡這樣子 對所以我後來就想 對我後來就考慮說 那我是不是之後要把這部片重新找出來看 然後只看後面的戰爭場面 可能就會一樣精緻 對對我有這個感覺 好啦我那時候看到是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麥可貝實在是特效真的都做得太精緻 前面他的劇情講得是太太煩了這樣子 沒有但是我也得同意說麥可貝有的時候在掌握這個 那個timing上面是有問題的 像即使是他最近我覺得表現比較好的13小時 我也覺得他的timing有點不安 那確實 那好吧那個什麼 欸講完了嗎 你要進到你要幹嘛 What 你要下來是不是 因為明天要那個啊 明天要去總統府嘛 所以我要先睡覺了 其實我也是要去的 欸你要去喔 因為馬大友問我 好那你加油 欸可是明天要去那個什麼 明天要去哪裡集的 糟糕 228公園啊 228公園 所以就直接去228公園集的 對啊對啊 幾點到那邊 我都 我都沒在 9點到10點 我都沒follow這樣 我等下想說等一下要去找那個訊息 所以你既然要去我明天直接 我現在直接問你就好 先去228公園找 找他們 那228公園那個廣場 不是有很多那個就是戶外表演那個地方 嗯 對啊 有個提供浩義坊那邊 有個提供浩義坊那邊 哦 那怎樣當然要步行去總統府這樣 就是9點到10點會在那邊集合 哦 那你又要穿奇怪的衣服過去就對了 沒有啊我就只是 就像上次一樣啊 哦好吧 那那個 可以批後面來見 到時候就知道了 對 沒有我是因為我 我本來不是 不是很想要那個參與這個 只是因為我有聽說 呱吉會出現在那個地方 哪隻呱吉會出現在那個地方 哪隻呱吉會出喔 想要看呱吉 所以是呱吉去你才去的是不是 對 呱吉說要去我才去 我想要看一下呱吉本人 想要怎麼樣 欸你沒看過呱吉本人 你沒看過嗎 我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邊緣的一個人 我本來就不太參與你們的活動的啊 對啊 因為那時候 那個 異形勝約的 事變他就有去 然後我就很興奮的找他合照這樣 沒有可是 事實上 事變場我好像比較不會去找人家講話 真的 就常常 偶爾見了面打個招呼 然後就走了這樣 對啊 我反而在這個時候比較不會 就明天見囉 好啊 好有貓掌說再見 好掰掰 掰掰 好啦 超大歪進來 那個什麼 亂進來 咬一下 好啦掰掰 掰掰 兩千九百八十元喔 記得 二九八零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喔